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千古一帝的霸气登场 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真可谓是历史舞台上的一位霸气登场的主角 他的故事就像一部精彩的历史大片充满了权谋 战争和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趣事 首先 让我们回到公元前221年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战国时期 七雄病例 争斗不休 秦始皇在这场 谁是老大的 比赛中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高效的行政管理逐渐脱颖而出 秦始皇的霸气登场正是以他那一系列的征战和改革为背景 有趣的是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并不仅仅依赖武力 还有一些心理战的手段 据说 他在攻打韩国时 曾经派人假装韩国的叛徒 向韩国的国军散播谣言 说秦国的军队已经包围了韩国的首都 让韩国的国军心慌意乱 最终选择投降 这一招曲张声势的策略 让人不禁想起 现代商战中的假消息战术 真是历史的轮回呀 而在统一后 秦始皇可谓是霸气外露 他不仅统一了杜梁衡 文字 还修建了万里长征的长城 这可不是为了让游客拍照 而是为了防范北方的匈奴入侵 想象一下 当时的工匠们在长城上辛勤劳作 秦始皇却在一旁指挥 心中可能还在想 这样的长城 未来一定能成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不过 秦始皇的统治也并非一帆风顺 他的焚书坑儒政策 虽然在短期内巩固了权力 但却也引发了不少文人的不满 据说 有位儒生在被抓时 还不忘对秦始皇说 您这样做 未来会被历史唾弃的 秦始皇听后 可能心中暗想 我才不怕 反正我已经是千古一帝了 总的来说 秦始皇的霸气登场 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故事和教训 虽然他在为时期的统治手段有些极端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的确为中国的统一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就像一位伟大的导演 虽然有些争议 但却创造了无数经典的场景 让人难以忘怀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唐太宗李世民 开创圣堂的英明君主 唐太宗李世民 这位英明的君主 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 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圣堂 这不仅是因为他个人的卓越才能 更因为他在位期间国家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 文化昌盛 简直就像是历史上的一场盛大派对 让人忍不住想要参加 李世民的故事中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件 就是他与他的兄弟李建成之间的权力斗争 据说李世民在年轻时就展现出过人的军事才能 这让他的父亲李渊 唐朝的创始皇帝非常欣赏 然而李建成作为长子 却对李世民的崛起感到威胁 最终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成功地推翻了李建成 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唐朝的历史 也让李世民成为了皇帝 这里有个小插曲 据说李世民在策划这场政变时 曾经对他的部下说 我不想当坏人 但如果不这样做 我就要被迫当个好人了 这句话不仅显示了他对权力的渴望 也让人忍均不禁 毕竟在历史的舞台上 谁不想当主角呢 李世民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特别是在科举制度上 他鼓励人才的选拔 让许多平民百姓有机会进入官场 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政府的效率 也让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加 可以说 李世民是平民出江的先驱 让人不禁想起现代的选秀节目 只不过那时候的选手 可不是唱歌跳舞 而是能文能舞的才俊 此外 李世民还非常重视文化的发展 他邀请了许多文人雅师入宫 进行诗词歌赋的交流 据说 他曾经与著名诗人王之焕一起吟诗 王之焕的灯灌雀楼 更是让李世民感慨万千 直呼好诗 这样的场景 让人想象 如果有现代的微博 李世民一定会转发 并附上这首诗太棒了 的评论 总的来说 唐太宗李世民 不仅是一位英明的君主 更是一位充满智慧和幽默感的领导者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历史不仅仅是冷冰冰的事件 更是充满了人性 情感和智慧的精彩剧本 希望大家在学习历史的同时 也能带着一点幽默感 让这些故事更加生动有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宋徽宗召集 艺术与政治的双面人生 宋徽宗召集 这位中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皇帝 真可谓是艺术与政治的双面人生的典型代表 他不仅是一个热爱艺术的皇帝 还是一个在政治上颇具野心的统治者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他的故事 顺便加点幽默 毕竟历史也需要一点轻松的调味料 首先 赵吉的艺术成就 可谓是无人能敌 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 画家和诗人 尤其以花鸟画文明 传说他在画鸟时 甚至能让鸟都感到羞愧 毕竟他的画迹实在是太过精湛 有人开玩笑说赵吉的画作 让鸟都想要去参加 鸟类艺术展 结果被拒绝 因为他们根本无法与赵吉的作品相提并论 然而 赵吉的政治生涯 却并不如他的艺术那样光鲜两立 他在为期间 北宋面临着外敌的威胁 尤其是金朝的崛起 赵吉在政治上 采取了一些颇具争议的措施 比如过于依赖权臣和外戚 导致了朝政的腐败和动荡 有人调侃说赵吉的政治手腕 就像他画的花鸟一样 表面上看起来美丽动人 实际上却是枝繁叶帽下的腐朽 在他的统治下 虽然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但国家的安全却日益堪忧 最终 金军南下 北宋灭亡 赵吉也不得不逃亡 有人说 这就像是一位画家 在画展上被人抢走了画作 结果他只能带着画笔逃跑 留下了一幅未完成的作品 赵吉的故事告诉我们 艺术与政治并不是对立的两极 而是相互交织的复杂关系 一个优秀的艺术家 未必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反之亦然 正如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看到的 有些人可能在某一领域 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在另一个领域 却可能跌得很惨 总之 宋徽宗赵吉的双面人生 让我们看到了艺术的辉煌 与政治的阴暗 正如一幅画作 既有明亮的色彩 也有深邃的阴影 希望我们在追求艺术的同时 也能在政治上保持清醒的头脑 毕竟生活可不是一场单纯的艺术展 而是一场复杂的博弈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带你们穿越历史 走进那些千古一地的传奇故事 我们探讨了秦始皇的霸气登场 唐太宗李世民的英明统治 以及宋徽宗赵吉的艺术与政治双面人生 这些故事就像一场精彩的历史大戏 有战斗 有权谋 还有那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小插曲 总结一下 秦始皇以强大的军事实力 和心理战术统一六国 为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 则凭借聪明才智和改革措施 开启了盛唐的辉煌 而宋徽宗赵吉 虽在艺术上颇有建树 却在政治上面临重重挑战 最终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失误 深入分析这些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 历史不仅仅是冷冰冰的事件 而是充满了人性 情感和智慧的精彩剧本 每位皇帝都有自己的光辉和阴暗 而这些都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反思的教训 毕竟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人 谁不想在历史的舞台上当个主角呢 在此 我希望大家能够带着幽默感去看待历史 像李世民那样 偶尔也来点即兴表演 而现在 我也想听听你们的声音 你们对这些历史人物有什么样的想法 是觉得秦始皇的霸气值得赞赏 还是觉得宋徽宗的艺术天赋更令人钦佩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提问 分享你们的观点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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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